室友建商跟书店合作赤资了5000万 在都庚地打造了一间唯美书店 而书店一角就是样品屋 要让民众一边看书一边看房 拉拢双边客群 而业者透露房市逐渐回温 这次的合作以支持在地文化为主轴 不过180天之后 书店就要拆除盖新房子 也让不少民众直说 好可惜 架上书本排列整齐 咖啡厅木桌椅杨梅树 这里可不是国外 是台北一间快闪书店 仔细一瞧 角落里竟然是一间样品屋 民众坐在床上聊天 窝在沙发上看书 就像自己家 原来有建商看准书店的亲民商机 两者合作将这都更厚的600多瓶空间 细心打造卖书卖房 开幕首置吸引超过400人次 平常如果下午来可能喝点咖啡 然后吃点点是应该还蛮不错的 书店的话就在 如果是在社区里面营造的话 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能结合起来 对整个社区或是民众 在生活上的品质可以提高 都很棒啊 周末午后涌入人潮 一夜合作奏效 来看看书店提供了6000多本书 建商则打造规划空间 用建筑特色吸引看书人潮 希望潜在客户 也能被样品屋吸引 拉拢双边客群 业者透露房市回归 而中美贸易战开打 对民众将钱 由股市专入房市也有影响 但这赤资5000万打造的宣传主力 180天后就得拆掉盖新房子 不少民众直呼可惜 来这边帮我们一人一本书 帮我们把里面的书籍都带走 毕竟空间会消失 可是书籍它不会消失 文化跟文字也都不会消失 接待中心一定得盖 只是它是只能卖房 还是可以提供民众 有一个知识文化传递的场域 互利互惠抢供市场 至于真正能滚动多少商机 业者说还有带市场给答案 记者杨湘湘晓宇去台北前方报道 好 好